大家好啊 我的M4 Mac Mini实际万兆版 因为是官网定制配置的版本 要比大家买的标准版 到货时间晚一点 很难受 不能和大家一样早点上手 这台非常优美漂亮的小主机 所以从网上收集到M4提前泄露的测试数据 给大家水这一期视频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就来吹吹 咱们最新的M4 Mac Mini的最佳性能 以及为啥有说法说 它杀死了Mini主机 不知道大家预定的M4 Mac Mini 是啥样的配置 是盖版 还是给苹果送钱 升级了内存SSD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我从M4 Mac Mini定价上 得到的错误推理 吐槽一下 苹果在Mac上增加内存和SSD的 不合理价格 咱们把M4 Mac Mini升级到32G内存 需要花3000元人民币 升级到512G SSD 需要花1500元人民币 这样我们的定制配置需要接近9000元 刚好就是购买两台M4 Mac Mini的价格 也就是说 升级16G内存和256G SSD 要花的4500元 刚好等于我们升级前 买这台盖版小主机的价格 同样辛苦赚来的前前 你是觉得买到两台Mac Mini M4值呢 还是愿意升级内存和SSD 转入正题 首先咱们必须了解的是 单一测试跑分软件的成绩 那是相当的不可靠 特别是当前Gag Bench 6 这个最新的6.30版 它新引入了最新的ARM SME指令的支持 相比没有SME指令的系统 跑分有了相当的提高 所以M4的测试成绩提升了一大块 而X86目前是没有这个SME指令加持的 当然一直以来也有传言说 Gag Bench是咱们Apple的御用跑分软件 就好像手机里的安兔兔 这个咱们真不一定要信 打开Gag Bench网站 已经有了巨多的M4的跑分成绩 我们挑一个最高的 就这个吧 单核3859 多核15103 牛逼 这是满血的10核CPU 10核GPU的M4跑出的成绩 好 放进咱们Gag Bench6的性能排行榜 这下一目了然了 不过 为了更好的表现 M4的强悍 为了大家印象深刻 我们为M4分拆了 单核与多核各自单独的图表 单核跑分 真的秒杀一切已经测试过的 所有迷离主机CPU的单核成绩 这点确实不是吹 是真的必须给予大力赞美的 世界上最强的CPU单核成绩 单核性能强 能让我们在使用电脑 浏览网页 或者是快速打开软件时 有更大的优势 继续 多核 好了 这下我们稍微踏实了一些 这个成绩很强 但也没有强到天上 比如超越酷睿i9啥的 它比我们测试过的所有酷睿Ultra 还有所有780M核显CPU都要强 但比16核32线程的Rain 9 7945HX差了一些 大概差了百分之十几 比24核32线程的14900KF更是差了很多 多核性能强能让我们在运行 视频边界和渲染 科学计算 蓄力机多开 多任务并行使用等领域具有优势 通过Gagbench 6的测试 咱们得出的结论是 M4的单核性能成绩 超过了目前所有迷离主机CPU的成绩 肯定会登顶 而M4的多核成绩 首先以它只有10核CPU 那么多核性能 是在我们最强的迷离主机CPU 比如 16核32线程的7945HX之下的 更不要说和24核32线程的14900KF相比了 当然我们也要试事求是的说 人家M4多核峰值 可能是CPU功耗释放30瓦跑出来的 而7945HX是85瓦 14900KF是125瓦 这点咱们M4就把这俩秒杀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回到Gagbench 5了 看看M4的跑分成绩 Gagbench 5的M4成绩很难找 不能直接搜索 必须在这个web页面里 我按寻找的时间点往回一页一页查 终于在第45页让我找到两台M4的测试成绩 一台是单核2609 多核12753 另一台是单核2653 多核12871 在66页里找到跑分最高的一台 单核2661 多核130913 我们选了最后这个数据进行比较 翻了100页 就这三个Gagbench 5的数据 Gagbench 5单核2661 多核130913 放入我们的迷力主机 Gagbench 5性能一栏表 同样为了大家印象深刻 分成为单核性能和多核性能 各自单独的图表 M4的单核 仍然是超过了所有其他CPU的单核成绩 登顶第一名 非常牛逼 那么多核成绩呢 它就没有Gagbench 6那样耀眼了 不但低于7945HX这样的16和32线程以上的超级CPU 也低于Ultra 9和13代的i9和i7 不过它超过了所有的780M核显小主机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通过Gagbench 6和5的测试成绩 我们大致清楚了 M4单核无敌 超过第二名至少20% 在添加了SME跑分成绩的Gagbench 6里 多核增机仅次于7945HX和14900KF 而在老版的Gagbench 5里 多核成绩还低于Ultra和13代i9和i7 然后我们看看SeliBench 2024 这里我们只能引用泄露的数据 单核174多核977 把它放入SeliBench 2024年测试结果表里比较 同样我们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 分拆了单核和多核数据 单核秒杀其他所有CPU 甚至超过了50% 太夸张了 多核不但低于高阶的Ultra 9和7 还低于大部分性能发挥较好的8845HX 从SeliBench 2024 我们大致了解了M4的多核成绩 并不是秒天秒地 与高性能发挥的MD 英特尔相比还是比较实际的 下面我们来谈谈GPU 以前我们一直把Apple Silicon的GPU 当成和咱们680M 780M核显一样的 结果SeliBench 2024不这样认为 他们不给我们机会测� M4的图形能力 看泄露的测试数据里 SeliBench 2024图形成绩是4076 大约等于3080M的三分之一 大约等于4090M的不到五分之一 大约等于满血的4060的40% GegBench里也有图形能力测试 好在还有一条OpenCL的测试记录 GegBench 6 OpenCL图形测试得分 36254 我们把它也加入了图表 对比一下和几个独显 4090M 4070M 7060M 肯定是没法比 但是比其他所有的核显小主机都强 还强不少 3DMark图形测试 这是我找到的iPad Pro 11 M4 在3DMark Steel Lomand Lite下的最高跑分 图形能力28.4fps 算是相当强悍了 加入我们的图表 对比一下 屏蔽了独显以后 它可以算独占凹头 超过了所有的核显迷离主机 以上让我们打指了解了 M4标准版的GPU的图形能力 基本上 它超越了目前我们所有的核显迷离主机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知道 M4Mac mini 它全打Corey i9 脚踢4090 那是不能够的 但它的单核性能 确实是目前所有台式机CPU最强的 对我们的浏览网页和快速打开APP的体验 影响很大 从这一点给它大声赞美 是不过分的 其次是 多核绝对峰值性能 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以十核四大六小的体量 已经赶超了八大核四六线程的8845HS 而且最重要的是 据说CPU功耗释放 最大只有30瓦 这点比咱们8845HS 动辄需要60瓦以上的功耗释放 才能跑出最优性能这一点 要强很多啊 所以虽然咱们迷离主机插电源不缺电 没有电池使用时间的焦虑 但一定要给 Apple Silicon M4 以30瓦打60瓦 点一个大大的赞 那么虽然M4 Mac标准版的多核凤子性能没有顿顶 但在同一体积下 Mac mini 还有M4 Pro 咱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 这是从Gagabin G6数据库里找到的满血的M4 Pro的最优测试成绩 单核3952 多核22733 这回是不管单核多核 都在所有测试过的迷离主机中登顶第一名 OpenCL图形测试69,879分 超过了所有的核显小主机 接近了7600MXT 所以要说是Mac mini M4 Pro 杀死了迷离PC 还是有一点靠谱的 不过 相比M4 Mac mini M4 Pro Mac mini的价格却是接近三倍 这价格就不算友好了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 M4系列单核性能无敌 秒了所有台式机CPU单核成绩 M4多核成绩 看起来是确定超过了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 M4 Pro多核成绩 秒了所有迷离电脑的CPU多核成绩 M4的图形性能 更是超过了目前所有核显小主机的图形性能 这是我们在M4 Mac mini到手之前 提前大致了解到Mac mini M4的性能 当然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实测 来最真实的了解M4的全貌 我们将会在实际版的Mac mini M4到手后 测试它并完整呈现给大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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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